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35岁老将伊西尔 Ander Asir 今天被美国媒体爆出退休消息 但他在得知相关消息后 立刻跳出来否认自己将退休 还强调已准备好赢接下一个球技到来 这则乌龙的退休新闻最初是来自 FanRackSports网站 由于伊西尔市到其指标球星 因此消息一出后 许多美国媒体就引述跟进报道 而他本人在看到新闻后也相当震惊 转而向大联盟官网的记者 Ken Connick 称轻 至于FanRackSports 则已将该则新闻下架 伊西尔表示 该则报道完全不是事实 并强调自己的被伤已经痊愈 目前身体相当健康 准备好迎接生涯第13个球技 今年球技后 到其选择用250万美元买断年薪 高达1750万美元的伊西尔 使他成为自由球员 生涯累积162轰2成85打击帅的伊西尔 最近两年因悲伤只出赛38场 而在今年9月 洛杉矶的局局 《记事报》曾访问过伊西尔 当时他就表示将延续职业生涯 至少到2018年战时还不考虑退休 伊西尔将去战明年球技 美联社 美联社